日前,文化產業基金表示將推出社區民創專項資助計劃, 透過推動社區特色店和民創結合,將民創元素植入社區,逐步優化社區的營運環境。 條件是需要設立不少於三年的民產企業, 聯同設立不少於八年零售業、飲食業、特色店舖共同申請。 當局推出此舉是值得贊同的,鼓勵社區企業利用文化創作,帶動社區旅遊經濟, 可以幫助路店駐入生活力。 但這項計劃針對的合資格商舖分散在全澳不同的地區,並不集中, 若長地分散,配套的措施不到位,可能會導致吸引力不大,缺乏凝聚力,難以聚集人氣, 未必達到成行成市的效果。 當局過去提出支持社區經濟發展,是為了促進舊區的經濟發展,協助特色老店和小商店開拓商機。 加上,本人過去也多次提到,要發展民創產業是需要有足夠的空間,讓創意產業的人士聚集一起, 進行分享和交流等,這樣才能夠形成一個民創的氛圍。 因此,政府應該考慮將那些老區,好像十月初五街、關前街,一帶重整,尤其是關前街,近年有不少民創的店舖進駐,聚集了很多文藝和創意小店,成為本澳新興民創特色區。 耳目一新的老街新茅,吸引不少遊客前往遊覽,評價頗高。 當局可考慮協助美化本澳這些舊的社區, 或是打造出具有本澳、本地藝術、美食指導等特色品牌社區,聚集一些特色的店舖,甚至打造獨特的民創社區,並加強宣傳, 亦可發展成為本澳較有影響力的旅遊點。 內地近年也大力打造民創的社區,好像上海浦東的陽京街道,針對當地七百多年航運歷史文化的非為項目, 勇受技藝的發掘整合,將文化創意的工作放在發掘本地傳統文化上,提出以創意建設社區文化,結果亦十分成功。 相較之下,本澳前段時間鬧得沸沸揚揚的麗芝碗地區,當局可考慮參照內地成功的個案,結合本澳的造船業,發展歷史,將變區打造成為旅遊新地標或民創空間, 豐富本澳的旅遊元素和發展成為世界旅遊遊遊中心的新亮點。此外,澳門的一些社區,雖具有濃厚的歷史文化、氣氛氣息,值得推廣, 但交通的配套設施不足等,難以吸引人流進入社區。當局亦需要考慮推出有效的措施,優化社區的配套,從而活化社區,打造具有特色的社區環境,推動社區經濟有序的發展。